Prime这个字,主要的母音在这个I这个字 那因为这个字本身是一结尾的 所以前面这个音节的母音就发它字母的音 什么叫字母的音呢 这个字母我们念成I,它的发音音标我们就念成I这个字 好,所以这个字我们就念成Prime 那Prime在词类上面它是一个形容词 中文我们翻成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 那既然它是具有代表性就表示它是最重要的,最好的 我们就叫做Prime 好,我们看看第一个例句 If people try their best, they will make their dreams come true someday 林怀明's story is the prime example of this 好,假如人们try their best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常见的片语 这常见的片语呢,我们叫做Try one's best Try one's best 好,那这Try one's best呢,以前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可以在前面呢,加上一个level Try one's level best 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所谓的权力以赴 权力以赴,或者是那个尽某人的所能 尽某人之所能,我们就叫Try one's best 好,所以它说呢,假如人们 好,他们呢,权力以赴 They will make their dreams come true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Dream come true 指的就是梦想成真 好,各位看到没有,这个片语 它这边是一个圆形 因为前面有个make,实义动词 将会让他们的梦想呢,成真 就是美梦成真 那someday呢,指的就是未来有一天 好,假如呢,人们呢,权力以赴的话 他们会让他们的梦想成真 林怀明的故事 is the prime example of this 好,就是这件事情的典型的例子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那这个this呢,指的是什么呢 就前面这件事情 假如人们,权力以赴的话 他们就可以让他的梦想成真 这一件事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二个例句 The prime concern of the police department is public safety 好,prime concern 在这边呢,prime concern呢 指的是最主要的 好,concern呢,就是所关心的事 就叫做concern 两个音节 中音节放在第二音节 concern 好,所以他说呢 the prime concern of the police department 好,police department 指的就是警方警局 就叫做the police department 好,警察呢 警局呢 警察局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public safety 好,那这片呢 各位同学呢 不妨也可以参考一下 好,最后一个例句 to serve its customers with the best the restaurant only uses prime cuts of meats to serve 好,我们看到没有 不定词偏语放在拒手 他表示的就是一个目的 目的 他说呢 为了要服务 serve 就是提供某人服务的意思 这边提供给谁呢 他的客人 他的客户 他的顾客 为了要提供他的顾客 用什么东西来提供呢 各位看到没有 接系词 我们搭配with with the best 用最好的来服务他的顾客 the restaurant 好,这家餐厅only uses prime cuts of meats 他们只使用最好的cut 好,cut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切或者是割 当然我们知道呢 牛肉是很美味的食材 然后呢 他的不同的部位呢 价格不一样 因为他的咬劲啊 他的那个吃的感觉的不一样 所以呢 切割的部分 把它切下来这个部分就叫做一个cut 所以这边的prime cuts 这就是最好的部分 好,什么的最好的部分呢 肉的最好的部分 OK 所以呢 这家餐厅呢 他只提供肉的最好的顶级的部位 给他的顾客 目的就是为了要提供最好的服务 好 那么这个字呢 就是prime prime 形容词 典型的 重要的 感谢 感谢观看